今天穿婚紗是不是對你有關心一下好朋友曹哥夫妻的婦婦妝 你幹嘛這樣故意這樣繞 好啦 因為那一天新聞一出來 樹林就有到我家來跟我道歉 然後我也看了很心疼 因為又不是她的錯 然後我就拍拍她 然後就大概就是跟我媽媽吃個就是 因為她臨時來嘛 吃幾道家常菜她就要趕著回去接小孩這樣子 他們兩個還好 他們 唉呀 這種 我不知道 因為很多事情喔 尤其是感情的事情 就是要他們當事人自己坐下來好好講嘛 對不對 好好去解決 我的個性 大家都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個不會主動問的人 問了就多問你知道嗎 就是會覺得多話 那我都會聽對方願不願意講 然後她願意講 然後我就聽 如果她問了 那我就回答 用我自己一些經驗啊 狀況看能不能 看能不能 看能不能 對她的問題 對她的問題有所幫助這樣子 庫林那天在家裡有跟你打到曹哥 沒有講太多啦 她沒有講太多 因為她那天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可能 可能也沒有什麼胃口 後來我媽的菜太好吃了 她好像吃完了 吃很飽了 然後她就趕著走 那些小孩 所以我看她心情蠻好的 我就放心了 嗯 那曹哥叫你不要再帶她 我看不懂 我就是看不懂 我跟你講嘛 我就是看不懂 那你以後還不約嗎 還是會約啊 那要約曹哥一起 我每一次我都有 我都有請樹林約她啊 可是好像他們就是要輪流 可能都要有人帶小孩啊 這樣子 那她以後還跟你道歉 還沒 也不用道歉啦 因為她就 應該就是 中文不好啦 我覺得 她 所以 對啊 沒有什麼好道歉 柯文說她覺得 一路走來都很委屈自己的 喔樹林啊 妳覺得他們婚姻 哎呦 感情的事情真的 他們自己 自己要自己去解決 我們也不了解 嗯